今天我们来说一下沙特目前面临的困境 以及现在原油价格的反弹 纵所周知 我们知道在上周日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间 爆发了激烈的冲突 那么作为我们金融市场来说的话 我们的文章和我们的视频评论 尽量保持在一个交易或者说是中立的角度 我们不想做过多的政治分析 但是毫无疑问的是 我们希望战争能够尽快的停止 因为影响最大的还是两国和他们周边的百姓 那么在谈论今天的话题之前 我们可以简单的说一下 以色列和盘居在加沙替代的 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实力和背景 相信大家从这几天的文章和周围的新闻中应该了解到 目前巴勒斯坦当地主要居民和各种抵抗运动 几乎都是盘居在只有4万平方公里的区域内 那么在这个区域内的水 电 燃料和大部分的工作 其实都依靠着以色列来提供 虽然呢 两个国家在过去的几十年一直不断的爆发着冲突 但是毫无疑问的是 如果没有外界的帮忙 那么以现在哈马斯的能量来说的话 它是没有能力 也没有财力来发动这么大规模的袭击 而且他们清楚的知道 在发射了5000枚火箭弹之后 这么大的规模袭击将会迎来猛烈的报复 但是为什么明明会有这么大的报复 明知道却还是要一意孤行呢 也许这次袭击和背后其他势力达成了某些桌下协议 那回到金融市场 如果我们从金融市场的变化来看 什么产品是受到了这次事件影响最大的 那就是能源类产品 尤其是石油和天然气 我们知道虽然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都不是产油国 但是因为这次冲突 让原本计划好的事情都泡汤了 我给大家简单来猜测一下现在的大背景 我们知道从今年开始 美国从美联储到拜登政府 都在使用各种的手段 试图控制和缓和美国国内高涨的通货膨胀 那么在通胀统计中 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交通的开支 而美国由于民众普遍是以私家车作为交通工具 因此油价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就会影响到 民众手中可用支配收入 那么现在假设美国国内的石油需求是保持一致不变 那么这个时候只有在石油的供应上增加数量 才能导致油价下跌 那么要如何才能让石油的供应量上涨 这其中自然就离不开 以沙特为领导的OPEC 也就是石油输出组织的支持 所以美国为了赢得沙特的支持 在过去的12个月时间里面 是提出了各种的优惠和各种的诱惑 其中主要有两点 一就是美国承诺将会继续保证沙特的国家安全 主要是来自于伊朗方面 第二 美国却又默许了沙特和伊朗这两个一直以来的仇敌建交 但是更重要的是第三点 美国做了以色列和沙特两边大量的工作 让这两个在宗教上视如水火的国家 准备开始建立外交关系 不再仇视和敌对 以换取沙特同意OPEC组织在石油产量上的提高 帮助美国把通胀压下去 这个背景相当重要 但是上周末巴勒斯坦对以色列的袭击 就使得阿拉伯世界我们说的名义上的大哥沙特 他不得不要出来表态 支持巴勒斯坦民众争取自己的 他们说的是争取自己的合理权益 那么这样一来就得罪了以色列 也会让即将开始准备建交的 以色列和沙特两国当时的协议 暂时就泡汤了 那么作为权力支持以色列的 美国在这个时候又必须站出来表态支持以色列 这样一来就让美国和阿拉伯世界的关系 在近期会非常紧张 接着问题就来了 按照原本计划沙特与以色列建交之后 沙特也会与伊朗建交 这样欧佩克组织就会有序的增加石油产量 帮助油价回归到正常 甚至于较低水平来控制物价 但是如今这战事一开 所有的计划都会泡汤 原本说好的石油增产计划也就没戏了 这样一来油价很有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都保持在高位 那么美国那边原本计划好的控制通货膨胀的努力就会大打折扣 那大家说如果通胀压不下去会怎么办 很大的可能不能说绝对 但是可能性在不断增加 那就是继续美联储加息 当然从现在油价上涨的结果来反推 德义方毫无疑问就是产油果 包括沙特伊朗俄罗斯 他们都是产油果 而油价的上涨却对于急于要控制通货膨胀的美国 欧洲和澳洲来说就是一个坏消息 所以结论是什么 答案其实很明显 美国和西方国家以及其他通货膨胀比较严重的地方 会因为这次事件而加剧他们的通胀 因此未来美元的加息将会可能导致美元继续走强 而对于非产油果的货币和美元相比来说 在未来一段时间就会相对走弱 尤其我们说的是澳元 我们知道澳元受到三个因素影响 分别是铁矿石、价格、中国经济表现和美元的强弱 这三个因素影响着澳元走势 但是如果出现两个因素不利于澳元 那你说澳元未来将会如何走 所以油价的上涨对于在澳洲有房贷的朋友们来说 绝对不是一个好消息 因为通胀的反弹就意味着 也许继续加息的可能性会不断加大 那么澳洲目前标准的银行利息依然是低于美国 所以从长期来看 澳元的弱势是不会结束 美元将在未来几个月或者更长一段时间里面 继续走强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本期内容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记得三连关注 我是Mike 下期节目再见